Hello 各位屏幕前的微粉们 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Vivian老师的英语课堂 我是你们的Vivian 那么今天呢 你可以看见Vivian也穿了一个非常喜庆的衣服 然后呢Vivian后面的课程里面好像也透露了一些喜庆的味道 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什么东西跟这个欢乐喜庆的气氛相一致呢 对了 就是姐 眼尖的同学肯定已经看见节日两个字了 但是可能眼更尖的同学应该关注到下面的英文 对了 叫做Interesting Holidays Interesting Holidays 实际上Holidays在这儿是属于一种比较随意的说法 那真正的节日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词汇的 叫做Festival Festival 你要记住了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提到 说到节日啊 有些人会说Vivian你知道吗 咱们每天每月甚至这个年年岁岁岁岁岁年年几乎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次节日 哎 你说的真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咱们中华民族啊 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注重节日的一个民族 所以呢 中国的节日那也是五花八门 不过随着这个与世界的接轨啊 然后呢 咱们也接受西方的思想 接受很多新鲜的事物啊 那慢慢的 其实有很多节日啊 是全世界人民都会过的 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们会稍微选那么几个啊 一定是你非常熟的 那Vivian也在自己的完准西方节日系列V课程里面讲到过几个 如果你是忠实的Vivian 你肯定看过哦 好 不过最开始呢 Vivian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们哈 So can you tell me how many days are there in a week 一周有几天啊 没错 一周有七天 There are seven days in a week 好 你看Vivian故意站在这个位置就是为了挡住你哈 What are they 他们都是谁呢 有Monday Tuesday Won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对了 那么至于一周的第一天到底是周期呢 这个还是有一点点争议的 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会认为啊 礼拜一嘛 所以呢 星期一就是一周的第一天 但是你们知道吗 七天的创造啊 是和上帝创造有关系的 上帝创造之后 创造到第七天的时候 神说啊 说这天啊 要安息了 所以呢 所有人在第七天这个日子里呢 都不要工作 只要专注的来敬拜上帝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那西方的很多国家 他们愿意把礼拜天当作一周的第一天 起始的一天哈 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了解一周今天的说法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哈 Now we know there are seven days in a week 好了 问题深入了 How many months are there in a year 对了 一年有多少个月 七个月嘛 肯定不止多少个 对 十二个月 是不是我们上次还在讲这个春分秋分 哎 对了 节气呢 那么节气跟十二个月也是有关系的 对吧 十二个月 答对了 那我先不问你他们是谁 我先问 How many seasons are there 十二个月分成几个季节 人们说哎呦 Vivian 这简直太小儿科了 春夏初冬嘛 对 没错 English 英文呢 Spring Summer Altern And Winter 非常好 So there are four seasons in a year 一年呢 一年呢会有四个季节 对了 会有四个季节哈 不过说到这儿了 那么回归到我们的月份中来 你看到Villian给了你一个月份表 对不对 然后里面是缩写 那他们分别对应的月份是哪个呢 你知道吗 Let's try The first one January 很好 Severry Good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Very good 十二个月份哈 那你知道十二个月份是怎么平均分到四的季节里面的吗 嘿嘿 有些人说 Villian 今天你真是考导我们了哈 那这些知识呢 都得回去问问爸爸妈妈 实际上呢 北方和南方还稍微有所不同的 因为在北方才是四季分明 春夏秋冬是非常非常有严格的 一月份之间的界定的 但是在南方呢 可能就呼一下一直很暖和 对不对 四季如春 这也是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的哈 好了那 Vivian说了这么多了 刚刚呢也给你们讲到了 week 周 day 天 month 月 以及season 季节 那实际上我是为了干嘛呢 对 我是为了给你们看一个非常好玩的节目 这个节目是关于节日的 about festivals so what kind of festivals can you remember 如果你现在立刻让你说出一个节日 你会想到谁呢 有人说 children's day 儿童节是属于你的节日 还有呢 we may say 婦女节 这些在嘴边挂着的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点呢 可能就不知道了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小的节目 这个节目呢 你要仔细看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节日信息